今天飞澳门,大家假装今天是8月1号,所以我们新的Vloger开始了,虽然今天只是3月1号,出发啦,这个场景真的是久违了要同省了,太久没来过这边了。 好,大家,我已经坐进来了,这次带的是这个包,巨能装,里面装了很多小袋子,反正回头可以给大家做个小小的翻包,反正这个就是我觉得飞行我的满满的安全感就靠它了。 刚才路过免税店进去逛了一圈,感觉还蛮萧条的人,不知很多,然后我也没什么想买的,就随便买了只穿高,本来我想买105,但105就是断货,所以退而去一次买了107,我在107和109中间犹豫了一下买的这根。 哈喽,大家,我顺利check-in了,因为这次住的是军月,所以是相对来说比较老一点的房间,就是比较中规中绝,但是给我惊喜的是还挺干净挺常亮,跟我意见中的那种很老实的还不太一样。 果然镜头雾了,澳门太潮了,太雾了,这个镜头。 刚刚回酒店了,小购物了一下,因为实在是大部分地方都关门了,没什么可逛的,就随便买了一下。 因为现在换成了运动的衣服,准备去酒店,不能说跑步吧,稍微运动一下,不知道最近自己状态怎么样,反正稍微动一动,比不动强。 早安呀,澳门,我已经化好了妆,来变个身吧,变身完毕,穿了一条黑裙子,但这裙子对我来说有那么一点点的大,太肥了。 然后袖子是中长袖,下面还穿了昨天那双鞋,有一点点学院风的那个feel,我这屋面有全身镜子,用卫生间这个镜子拍就是这个样子的。 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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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了!! 就要拜拜啦 这大蓝天真不错 希望回北京还是艳阳高照的天 好啦 我去check out的啦 哈喽大家 早安 我出门了 看完这个手 昨天教堂见我太激动了 一下子拿直接给我划成了这样 虽然花点见我就是 一开门聚开心 在他那个围拉里跳啊蹦啊 然后还跟我笑 就一直尖叫什么的特别开心 然后昨晚晚上跟他们俩 就是腻完完以后他们就睡觉了 在澳门拍摄的时候 不小心碰一下那个桌子 就是立三角夹那个桌子 导致我的相机倒在了地上 所以现在我去干嘛呢 修我的相机 屏幕那个旁边有一个地方裂了 导致我的屏幕不是翻转屏幕 它合不上了 能正常使用 但是很影响使用的感受 所以我得去修一下 然后这个相机度假 就要在北秀的地方待一个礼拜 一把起码 对 所以我得用其他的相机铲出了 还好我囤了几个视频 可以慢慢剪这样 哈喽大家 我已经到上海了 后面就是我的酒店 但是我的房间现在还没有打扫好 所以还不能录住 然后准备先来 哎呀 哎呀好多车 准备先来泰国里边逛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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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同学们 我终于办好了 入住进来了 来带大家看一眼房间 别说这儿我第一次住香格里了 我觉得还挺喜欢这种有点中式 但又有点不知道为什么 就在英国旗席的这种感觉 这边是洗手间 我还蛮喜欢它这个玻璃的 然后都是这种深胡桃木 加一些大理石的感觉 我的行李 刚才顺便够了会儿屋 这边就是屋里整个的样子啦 这房最牛的地方在于 它的view真的超级的好 而且今天上海的天也特别给力 当然要感谢这次请我来的金度爸爸 可言是我最爱的安排皮啊 可是 今天我已经化完了妆 就是感觉一坐飞机皮肤 就不是特别的好 就稍微有点干 然后眉毛化的也不是很满意 Anyway大家凑合看吧 就是这么一张脸 然后现在准备去换衣服 因为我们一会儿要出拍去活动了 下面是一个这种baby blue 就是一番蓝的这个颜色的 叫什么真直升 我这个脑子肩不顺 昨天只睡了不到四个小时的 所以今天脑子不太转 反正背面是这样 短一些的设计 可以把我后面的这个 哎呀小蝴蝶结给它露出来 超级的可爱 然后这是一条 到这块的裙子还蛮短的 如果不穿这个baby blue的这个真直升 我感觉很像小熊娘 因为它里面是这样的 就是很像围续 但是我觉得裙子还挺好看的 因为它后面这个蝴蝶结 ok我的整个look就是这个样子的 出发 嗯 哦 哦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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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家玻色因素专利配方 这是一个专利 那它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它能让玻色因素交原的能力 增强适备 来觅食啦 这是我好朋友投资的 来逢个场 哈喽大家 早上都没来得及跟大陆 我现在已经拆康的 准备退房去机场了 早上写了火速录了个桩 现在还不到7点 我已经出门了 这两天的特有名极限作战就是 两天说了一共8小时 每天4小时 我就去坤 去机场 延误了一个多小时 中午就等级了 人都要脆了 我有预感会被降 没想到被降到青岛了 我以为会是天津之类的 就是被降掉起 然后现在再被降下不去 我下午还有活动 我真的是起了一个搭子 我不到6点就起了 然后到现在12点多 快一点了现在 我还人在青岛 真快就背上故事 飞了5个多小时 终于到北京了 这5个多小时 现在是不能飞上国际了 终于到了 好了我准备去活动呈堂了 哈喽大家 我感觉我满血复活了 睡了10个半小时 我终于活过来了 然后现在准备出门来刷 其实就是去咖啡厅喝一会儿咖啡 就顺便拍拍着 因为大家说今天很凉快 所以说出来耍一刷 然后上面穿的很凉快 下面就穿的很热 是这种牛仔迷彩的感觉的 我们点了一杯乌鱼体酱 里面是有咖啡和酒吧 喝什么酒不知道 我个人真最想喝 就是咖啡酒跟果汁 那我尝一口 我本来点的是椰子醉美食 就是椰子醉美食 汤醉也很好吃 嗯 他们家甜品咖啡都还不错 嗯 哈喽大家早安 头发刚洗完就我出来 我都没弄 想要今天参常这样 穿了一个超长的场所 打个这样的感觉 好了我出发了 跟你们说我昨天发了 一下午加一晚上的烧 因为闹肚子感觉是 常年引起的发炎 然后导致发烧 因为我侧蕾不痒 然后花卷什么的都没病 就全家都没病 只有我一个人病了 所以它应该不具传染性了 然后今天就好了 我才出门了 满血复活 现在去参加一个活动 看我新买的这个小包包可爱吗 是靠死的 他们家这个云朵包包 最近特别火 有大一点的 有小一点好 还有超大的 我买的时候最小好 我觉得很可爱 但是我买的时候它只有黑色了 所以就买了黑色 今天来国土 我已经到家了 刚才参加活动 忘了给大家录视频 拿到了一个新的绘本 叫三个愿望 但这个绘本可能 卷姐现在看有一天早 因为这个绘本 它是一个很完整的故事 这是他们出版社的一个什么 育儿小册子 有很多新书 我最近酷爱给卷姐买 各种各样的绘本 我真的希望她能够爱读书 我看我这张脸今天爆炸中 我感觉今天都不像 我自己的样子了 anyway今天准备带卷姐出去 social一下 就是我有一个大学同学 就是孩子比卷姐就只大两天 所以今天去他们家找套宝一下 溜溜 谁呀 好 谢谢 看着卷 吃吧 好吃 再吃一个 啊 好 真香 哇 要笑 我再吃一个 谢谢阿姨 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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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哈 刚把卷卷送回家了 现在准备去取我的小相机 上次在澳门那次摔了 然后我就送修了 现在差不多快一礼拜了 跟我说修好了 所以我先去取一下他回家 谁能告诉我我这个头发是怎么摔的 天呐 大家早安安安安 今天现在特有病一天 我们现在在医院卷卷发烧了 我带他看完病了 他就去活动 希望他没事 不知道他早了 今天发烧三十八五了 带花卷看完病 给他们送回家了 他怀疑是幼儿急诊 就是没有任何原因 医生说大概到一岁左右 都会发这个病 反正也没有症状就是高烧 对 然后送回家我现在来参加活动 准备参加活动之前先吃口东西 准备吃这家超小一家 小馆子其实都很好吃 这馆子还挺干净的 就是小一点 我点了扫子面 没啥吃啊 没啥子 我给你拜个鼻子啊 爸的火花哥 超饭焦的 我把肉再给个人拜一个 吃饭的西餐少兵 哈喽同学们我出来了 今天是个大日子 虽然不是准备的生日 但今天晚上给他办生日宴 就是周岁宴吧 就是抓周的那一项 所以请了家里的所有亲朋好友来 就算一个有一丢丢大的这么一个事 对 所以我现在其实做个美甲 嗯 我已经将近两年没有做个美甲了 出发 哈 我本来想做个白色的渐变 但是他这个底锅打的有点太粉了 就变成了粉色渐变 但是我手又没有那么的白 所以操操了 啊 我已经到家了 哈 还可以吧 歇一下 然后准备去盯一下会场 啊 刚给卷卷他们送回家了 人都要没了 我感觉今天我锻炼 公二投机 就是一直在抱着卷卷在台上 我实在是整个人都没了 总之我先要接一趟大M 然后把我们那个会场东西收拾一下 再跟大家说吧 哈喽大家中午好 女超人出发了 昨天累得跟狗一样 今天浑身鞋就像被人打了一遍一样 特别酸疼就是乳酸的感觉 然后现在准备出门去拍摄了 今天下午有一个视频拍摄 还蛮重要的 所以带上我的拍摄家伙们 Let's go 今天来丹尼家拍摄 因为她家的结比较好看 而且我家有花卷就别让我闹没法拍 所以耶 来了一个新的小鸡环境 已经5点40了 今天的工作终于结束 现在准备去干一件大事 去做热马鸡 哈喽大家 今天是8月15号 来给大家做一个Vlog的安定 因为我上一个周末就12号13号 太累了 然后整个人卸了戏之后就生病了 也是脸现在有点肿 然后热马鸡的效果等会都消肿了 来给大家看 而现在就是一个整个人重感冒的一个状态 刚刚测过不一样 但是我猜可能就是累的吧 现在还发着手 好了 那这一期的Vlog跟大家录在这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这一期应该还蛮丰富的 好了 那我们下个报告再见 拜拜 爱大家